为什么社会上的富人在赚取了第一桶金后就能变得更富 而许多普通人不仅连第一桶金都赚不到 甚至还背上了负债 这是因为所有富人几乎都深谙这五个财富真相 倘若你也想在今年实现有穷编赋 那么今天的内容请保存收藏下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早在几百年前就和我们说过了 富人为什么能挣那么多钱 因为他们有资本 俗话说人追钱追不到 但钱追人钱生钱富得快 资本的原始积累对赚更多的钱来说太重要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一直感觉到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越来越富的说法 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挣得比第二个一千万难太多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公认的真理 这里的资本不光单纯的指金钱 还有人脉 资源和地位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没有资本就注定不能成为富人 只不过是富人用他们现有的资本赚得比普通人快一些容易一些罢了 而且富人的原始资本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他们也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所以普通人要想成为富人 要学会怎样积累第一桶金 有正确的生活态度非常重要 以下五个真相帮你加速累计 第一 一定从刚开始就要抱着 做交易的态度去处理任何事情 永远记住你是一个商人 只需要把自己能带给对方来的价值表达出来 然后再告诉对方要付多少金钱代价 不用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 更不用谈感情或者阿谀奉承 简单直接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 男人不用在没用的地方上下功夫 只需要多做几个项目搞钱 一个男人不用打扮得太帅 看着顺眼就行 也不用说太多的漂亮话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更不要增加太多不能带来 效益的业余爱好 只需要一个人安静地做项目 那么你就是一个富有的真男人 第三 社交的本质其实就是烟换烟 茶换茶 无归换王吧 谈感情毫无意义 不仅不能给你带来帮助 别人还会认为你不懂人情世故 记住表面上说的漂亮话 不是很重要 是背后你为对方做了什么价值 你有多少利用价值 就能换来同等价值的回馈 第四 想借助别人的手来帮你赚钱 那么你就不能分钱时太小心眼 就是想借助别人的资源来帮你赚钱 那么你就得让对方有利可图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多考虑你能给到别人什么 那么愿意帮你赚钱的人就越多 第五 一个富有的智者 从来不会在亲戚面前炫耀 要知道 人性就是嫉妒 穷得找你借富得看不起你 所以要懂得隐藏自己的实力 当你累积到足够的资本 比如 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就可以发挥钱生钱的功能 那前来后要怎么整 有四条路 一 投资二 放贷 三 存款 四 收购商标专利权版权 一 投资优质资产 例如好公司的股票 坐等分 红二 前借给人收利息 但有风险 三 存款 存银行 收利息 四 收购商标专利权版权 只要有人使用 例如唱片歌曲播放 作曲人 明星书本作者 都这样就有一大笔收入 所以 为什么这个时代富人 在赚取了第一桶金后 就能变得更富 因为用钱赚钱 更赶加倍富力较硬 所以时间久了 社会上穷人更穷 富人更富 差距更大